在波多黎各的海湾度假村,人们享受着假日之广 妹子却发现附近有鲨鱼出现,它们为此欢呼雀跃 却没有察觉到危险悄然降临,鲨鱼向它们袭来,小伙伴全部阵亡 警方接到报案,前去调查,却在相机中发现诡异的鲨鱼照片 带着疑惑,警方向生物学博士求助 博士也从未见过这种变种鲨鱼 新物种被发现,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老板为了救活边临破产的水族馆 以研究新物种为借口,说服博士和实习生去出海埔杀 但是事情却没那么简单,这种鲨鱼异常聪明 潜到船下发起突袭,在众人面前吃掉一个角色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事态也是严重 想要放弃原先的计划,老板又以为朋友报仇为借口 再次说服大家,这时博士请来了好友瑞德协助 人称捕鱼达人,瑞德制定了两套作战计划 A放出血儿,用麻醉枪打晕它,把它拖回案 失败了就用B计划,拿鱼插,插死它 就是这么简单,有瑞德帮忙,大家在路上有说有笑 在一艘观光船上,游客发现一头罕见的桌头鲸 人们好奇的纷纷拍照留念 变种鲨鱼袭来,桌头鲸无助的挣扎 拍起巨大的浪花,海水被染成红色 桌头鲸尸体浮到水面,引起一阵恐怕 博士受到求救信号,感觉救援了 他们放出鱼儿,很快鲨鱼就被信过来 他钻到船下面,再是发起突袭 尽管他被瑞德斥重,还是拖走一个伙伴 接连失去朋友,团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吵 不久后,进海区又出现鲨鱼袭击事件 大家意识到这已经不单单是为了研究 更是关系到更多人的生命 博士在以往的录像资料中发现 凶猛的鲨鱼居然害怕温慎的海豚 他们计划用扬声器把鲨鱼逼到指定局域炸起它 开始紧张手画,放下扬声器 听到海豚叫声的鲨鱼果然起了反应 惊恐逃穿 淘宝路线居然和他们计划的方向相反 警察开船驱改鲨鱼 较量中,女警官牺牲 男警官和鲨鱼周卷,成功将它引入正确方向 瑞德把炸弹放到幼儿当中 总在变种鲨鱼上钩 他在船周围游异,幼儿成功被咬 一声爆炸,鲨鱼被炸得很顺 他们欢呼雀鱼 鲨鲨博士却发现被炸死的并不是变种鲨鱼 他们的船被袭击 女孩的馆长帮助下成功逃审 馆长用鱼叉,叉中怪兽,隔一忘形 煤流神被绳搓下水 警队派遣的救援直升机很快就赶到 正在大家松一口气的时候 飞机被跳出来的鲨鱼搓到海里 外园靠不住 飞机只能他们自己解决 就剩山口炸弹 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瑞德跳下船,猛地冲向鲨鱼 来了一场人鱼大战 炸弹在远处爆炸 鲨鱼被炸得粉碎 失去瑞德,他们悲痛不已 但是一只手冲水里伸出来 变成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这里想问问大家 你知道鲨鱼为什么害怕海豚吗